我快到了,你等我一下,马上 我快到了,你等我一下,马上 我快到了,要不然我 咱们拍摄,来吧 我赶快到最后那场 是谁的 是我 好机智啊你 居然有伞 那是他 走吧 这好像是咱们两个 第一次正热八戬的广场是 可不是吗 上次还是因为别人 不过没关系 我们以后机会多的是 你吃过麻食吗 那个不是叫猫耳朵吗 这你也会做啊 这难度很大 之前留学的时候 室友是个陕西人 我跟他学 那你处于这么好 也是留学的时候学的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出国以前 人家以为你在新东方学的英语 不过以后 人家以为你在新东方学的厨师 我的厨艺跟你比起来 就看你在兰祥学的挖掘机 那下次你挖一个给我看看 你要不要吃酱菜啊 我想买个去当早饭 别别别 这种东西我在家腌了好多 比这个好吃多 你要是想吃的话随便 你还会做酱菜 我以为医生只会养生 从来不吃亚硝酸盐过剩的东西 怎么不吃啊 以前有个同事 一边啃着泡胶凤爪 一边给我分析里面的化学成组 还有 汪曾琪曾经说 人要吃得宽一点 广一点 那么南田 北咸 东辣 西酸 都要尝试行 医生也是如此 吃得宽一点 广一点 对待生活的心态也会宽和用 有道理 差不多了吧 我回家给你做麻食配酱菜 你还想吃什么 我 不行 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 晚上回去加班 我呢 只配吃这个 你这是见凤差针跟我约会啊 对啊 我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的 又是跟那个什么 上官老师 你现在陪他的时间 可比陪我这个正牌男友时间多多了 上官老师呢 是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 而且 这个案子是我亲自拿下的案子 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做好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正牌男友一定会支持我的 对吧 对 谁让我的女朋友这么优秀呢 看你履约的份 我送你去吧 我走了 开车注意安全啊 来 直到这一天我转过身来望着你 才忽然明白 先挂电话的人有多么幸福 就像一个人 始终孤独地等在地球的一端 而另一个人 却已经开心地绕完一整圈这么久 为了不和你拥有跨不过去的时差 我能做的 只是背过身来 紧紧拥抱你 紧紧拥抱你